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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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我的意思是 和你开个玩笑 已经不疼了 那就好 还有事吗 千诚会和年雪和好吗 好 好 虽然千寻昨天的玩笑确实有点过了 但是免许的做法也不对 所以 要不你们就各退一步 为什么希望我和明雪和好呢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朋友间有了矛盾就要尽快和好 你妈妈说的 嗯 我妈妈说 再好的朋友也会有矛盾 有误解 会争吵 但是 如果不在关系破裂到无法弥补之前和好的话 可能就会永远失去这个朋友了 我的家境不好 和大家也聊不到一起 所以在学校里一直没什么朋友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千寻和免许 我不希望你们吵架 甚至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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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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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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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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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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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千许小心一些地上有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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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老师来喂你吧 早知道应该拿一只勺子的 千寻同学应该不挑食吧 还 还好 不怎么能吃辣 是吗 子华都是特别喜欢吃辛辣的东西 每天中午都在抱怨食堂的饭菜太清淡了呢 校长 是啊 昨天校职工大会上 他还想假公祭司请几位川菜厨师 嘴上说着要丰富食堂的菜品 其实只不过是他自己想吃而已 那这个体验通过了吗 因为副校长内派的阻挠 所以暂时搁置了 那就是没通过了 嗯 可以这么说吧 没想到校长 竟然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那在千寻同学的印象里 此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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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难想象秦维老师和校长的关系 竟然这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完全是两个极端 一个轻柔如水 一个坚硬如钢 其实在十年前 紫画也是一个柔弱到 需要人去保护的女孩子 那为什么 毕竟这十年前都没有太多的联系 我对她的经历 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猜 大概是和某个人有关吧 某个人 一个就算是右手烫伤了也能正常吃饭的人 对于麻烦您的事情 我感到非常抱歉 我没有抱怨千寻同学的意思 只是因为 那个人是左撇子而已 是你们共同的朋友吗 是你们共同的朋友吗 嗯 就像千寻同学 丘陵同学和免雪一样 只不过 我们是四个人 嗯 嗯 那时间真的很过于不去 不要紧的 以前免学小的时候 我也给他喂过饭 不过他可比倩逊同学调皮多了 有时候把我惹恼了 我就偷偷掐他的腰或者屁股 然后他就一边哭一边吃饭 我还以为秦温老师是被温柔的姐姐呢 都是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的脾气可比现在差多了 而且连他自己也都不记得了 连玄同学不要告诉他 我和连玄 连玄的孩子呢 虽然看上去有点凶 性格嘛 有些傲娇 连脑袋也有点笨笨的 不过他的内心其实是相当善良的 就算是和迁群同学闹别扭 但还是关心着你 只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是吗 所以 有什么误会说清楚就好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